小女孩在妈妈葬礼上泣不成声 突然看到一旁还在哭泣的妹妹 跑过去狠狠地给了一脚 爸爸健壮急忙上前阻止 把地上的小妹妹抱起来大声责问大女儿 大女儿泪眼婆娑地说 妈妈 就是因为生她才去世的 说着又要对妹妹动手 原来母亲就是因为 转眼几年就过去了 三个姐妹也慢慢长大了 大姐扛起了照顾家的重任 照料两个妹妹 爸爸凭她擅长的炸鸡本事 日夜辛苦赚钱养家 小女儿一直很爱 爸爸炸鸡的味道 所以她梦想着 长大要开自己的炸鸡店 但不久后 因为父亲那家小炸鸡店生意太好 竟然抢了连锁炸鸡店的风筒 连锁店的老板千云泽 亲自来求购李振森的店 但李振森直接把他送门外了 于是千云泽不择手段 切断了李振森进货的路 李振森绝不低头给资本 就自己弄个养鸡厂 炸鸡店召开 原来李振森和千云泽老爹 以前是好哥们 那会儿李振森发明了特制炸鸡酱 被千云泽他爸偷了 去当成自己的 就靠着炸鸡酱料 从一个低哥变成了商业大佬 千云泽的爸爸过世后 家产就落到了千云泽手上 但这情况没维持多久 因二女儿纯秀一事 李振森 只能低头 纯秀从妈妈那儿 继承了弹琴的才能 他本想去国外深造 可因家里穷 只得去酒吧打工攒学费 他长得又漂亮 又纯情很快就有些 不老实的男的注意 他骚扰不断 幸亏保安 及时出手避免了悲剧 但这一切被远处的爸爸看到了 让他心里特别难受 李振森回家后很自责 觉得是自己没用害女儿受难了 最后李振森 终于找到了千云泽 把辛苦经营的炸鸡店 也一百万卖掉了 而这时的千云泽 再和纯真 简单交流了一次后 开始被纯真的朴实 和善良所吸引 产生了爱慕之情 次日李振森找到次女 让他回去 想出国追梦 但纯秀以为 爸爸只是说说 他知道 爸爸并没有这个钱 供他出国 父亲临走为争辩 只是让他查查银行账户 渴望接手的纯情 知道爸爸将店卖给了对手 他跑出家门大声哭泣 不忍心看爸爸辛苦的生意白费 悄悄溜进千云泽家 大门不行就爬墙进去 偷偷摸摸 终于到了千云泽房间 找到炸鸡店合同了 但他正准备走的时候 被千云泽妹妹撞见了 为了甩掉追他的人 纯情一气之下 把屋里东西全砸了 结果不小心躲进了个密室里头 却意外发现千云泽炸鸡里 藏着海克斯科技的秘密 千云泽马上命令手下 非抓到纯情不可 纯情终于在千云泽秘书帮助下 伤痕累累成功逃生 不敢回家 他躲进了养鸡场 通过女儿身上的味道 他爸找到了纯情 看到女儿转让店铺的合约后 李震森知道 女儿不容易没责怪他 这时千云泽手下也找到这儿了 直接把大门锁上 给房间周围都浇满了汽油 然后点火让李震森妇女困在里面 那时千云泽刚好到场 本想手下救出他们妇女 然而 他突然想起两家父辈的旧仇 意识到只要他们妇女俩不在 那放毒炸鸡的秘密 就永远不会曝光 只要李震森一死 他与纯真的感情 就没人能挡望 于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身手 拦下了政要去救援的部下 就这么着吧 这人跟我缘分已尽 生死有命 最终 千云泽决绝绝地转身离开 李震森目送千云泽走远新枝 他是打定竹艺不救了 房子就要踏实 李震森激发出 自己体内的力量 把纯情抛出去 自己却没机会逃生了 最后 死于火灾直上云霄 在李震森的追悼会上 家人都非常悲伤 那时二女儿纯秀 在葬礼上又一次 和妹妹大闹起来 纯秀重重一个耳光 狠狠打在纯情的脸上 斥责他自从他出生后 家里就没安宁过 先是妈妈 因为生他早逝 现在爸爸也因他而死于火灾 纯情也深感内疚 任凭二姐打骂不止 只好在那儿默默流泪 不一会儿千云泽 带着假悲伤赶来致安 还忙里 忙外对帮着纯真接待 来倒面的亲友 客人们都走后 千云泽就给纯真一家解释说火灾 是由电线老化导致的 自己到的时候 火已蔓延 无法控制 还装作悲痛的样子 跟他们道歉 说自己没能力 没救出叔叔 接着说叔叔卖店 并非自己逼迫 不是我要找他 是大叔急需钱才来找我 然后才闯进我家 把合同藏机棚里 我找到时 也救不了大叔 都怪我一个人 希望你们能原谅 千云泽这举动 不但赢得了 纯真家人的喜爱 还甩掉了责任 后来 千云泽趁纯真失去亲人 最需要安慰时积极追求 纯秀在账户上看到 父亲留给他的留学费后 才懂得当年父亲对他的好意 他后悔以前怪他 看不起他没能理解他的心 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眼泪忍不住流了 这天在千云泽那儿 无意听到 原来爸爸的火灾 不是电信问题 正要揭秘 却被人截断了 结果单纯的他 独自去找申理士问个明白 没想到 申理士心生杀鸡 几乎让他在冰冻 被活活冻死 还好他男朋友 来得及时 打败申理士 把他救出来了 回到家得知姐姐 要嫁给千云泽 他坚决反对 他开始怀疑 爸爸的死 可能和千云泽有关 于是把申理士的事 告诉了姐姐 但纯真不知道的是 这时 千云泽正跟申理士 讨论计划 纯真来问真相时 千云泽装好人 申理士装坏人 骗了他一通 平复了他的怀疑 好心的纯真在满天谎言里 还是嫁给了披着羊皮的狼 婚礼那天 婆婆的一句话 让纯真对这幸福 感到了不安 真漂亮 怪不得我儿子喜欢你 但你也别太乐观 婆婆的话 不是闹着玩的 纯真和千云泽蜜月回来 还没缓过劲 一回家就被婆婆挑刺 直接跟他说 别以为嫁入豪门 就以为自己登峰造极了 记住 你始终是个地位低下的女人 婆婆把所有佣人都撵了 还让纯真这个大嫂 去伺候小姑子吃饭 还把清洁工具 丢她面前要求她 把家 擦得干干净净 婆婆看着她那副 惊讶的样子告诉她 别觉得自己是 炸鸡店老板的女儿 嫁进豪门 就可以光享福了 得既照顾老公 又操持家务 洗衣做饭 打扫得一尘不染 直到累得骨头都散架 这就是你为这门 势不两立的婚姻 要承担的代价 我知道了 纯真没敢反驳 默默捡起工具忙活 晚上千云泽回家 一点不问候妻子 就跟纯真打了声招呼 看着美丽的娇妻 心里按捺不住 一把抱起 她进了卧室 只想增进夫妇关系 深夜大家睡后 纯真又偷偷穿衣 拿起工具默默清扫 一大早 千云泽看到妻子冒着冷风 在院子干保姆活 心里火大立马去找妈 直说的有节制 跟妈妈说 我知道你不再见我媳妇 所以 昨晚特地让你出气 让她先回家算什么 折磨她一整天还不满足吗 还让她打扫院子 千云泽直接告诉妈妈 别干那些 小孩子气得是 伤害这么脆弱的女人 否则激怒我 后果很严重 婆婆被儿子这番话气坏了 儿子的警告 没能制止妈妈 反而更过分 连纯情和纯真都得打扫 在婆婆眼里 纯真一家就是仆人命 为了给他们姐妹上一课 小姑子 故意说自己价值连城的耳环 突然失踪了 直接把疑心落在了 昨天打扫房间的纯情头上 认为是她偷的 婆婆抓住机会 大做文章 母女三人 冲进纯情房间翻东西 纯情没想到 竟然真的在她背包里找到了 婆婆一巴掌抓个正着 狠狠地打到了纯真 看到这一幕 纯真赶紧保护妹妹 婆婆抓住这次管教的时机 打得更加厉害 仿佛非要打扁 他们不可 事后 姐妹俩相拥而弃 姐姐很内疚 没能好好照顾妹妹 晚上千云泽回家 纯真首次向她诉苦 把妹妹被冤枉的是告诉她 但千云泽 没有任何反应 生气地走开了 可是第二天 纯真还老样子 来院子取酱料 保安狗看到生人就狂吠 就在这时候 恶狗挣脱了 冲向纯真 屋内的千云泽 突然听到尖叫 抓紧跑出去 看个究竟 发现纯真被咬了 她顿时变了脸色 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愤怒中 抓起车后被镶的现弹枪 静止走到养了多年的狗狗跟前 瞄准就是三枪 千云泽的狂行 吓得全家人心惊肉跳 纯真尤其震惊得不行 觉得丈夫好像变了个人 及时把纯真送医急救 好在打了疫苗 没啥大问题 这是终于让千云泽松了口气 但她抬头一瞥 旁边神色紧张的保镖 忽然响起来 立刻把保镖叫过来 一言不发 抬手就给了她两耳光 怒骂她居然感动自家女人 这时候保镖才想起 没多考虑 就掀了裙子检查伤口 她意识到失策 赶紧说对不起解释 当时慌忙 在千云泽眼里 保镖不过是个仆人 连慌张的资格也没有 警告她再犯一次 直接下地狱 千云泽一走 保镖心里满是不服 可也只好先忍着没辙了 车上千云泽给妈妈打电话 生气地问 怎么把我说的话 当耳边疯 明明知道家里的狗 只要有陌生人靠近 就会进行攻击 你为什么 还让纯真去后院干活 妈听了很生气 觉得儿子是不是疯了 竟然因为个外人 跟自己这么说 千云泽气地说 自己真是疯了 又警告妈妈 别太过分 说着自己既然敢养了 宠物狗几十年 就这么没了 再不收敛 今天是狗 以后谁死说不准 说完不等母亲反驳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母亲直接被气得 垂胸顿足 硬是没有说出一个字 把这一肚子的气 都懒到儿媳头上 晚上纯真出院 因为急着来没穿鞋子 保镖暖心地 给她买了新拖鞋 临走时 还记得千云泽的叮嘱 得和纯真保持点距离 纯真的腿伤疼得厉害 走不了路了 只得回头向光木寻求帮助 这是光木才敢 随意地伸出一只路膊 让她扶着 一回到家的纯真 马上就被脸色严厉的婆婆 拉到一边连伤都没闻 没有关心她的伤势 而是直接毫不留情 开口责骂 你在结婚的时候 没有带一点嫁妆过来 也就算了 现在刚进到这个家门 就迎来血光之灾 把你这样的女人娶进家门 真是既倒霉又晦气 纯真委屈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正打算为自己辩解 却被婆婆硬生生打断 叫她别说了 接着婆婆说的话更伤人 骂她这种穷女人 就是一群没眼没皮的 硬是想把自己打扮得高贵 不就想嫁个富豪分家产吗 得意识到自己是啥角色 千云泽找你时 你就陪着点 然后你就得回到园外 搞清洁 洗衣做饭 你只能再加过这种生活 不然的话 我不只是不会放过你 连你妹妹和姑姑都得遭殃 为了婚姻只能忍了 带着伤继续干 这时她又见到了她丈夫 烦躁不安的一面 感觉眼前这男人越来越生疏了 我要替爸爸复仇 小姨子气愤地抓着姐夫的领子 宣称要给爸爸报仇 原来刚才申理正埋怨千云泽 自己为她操了那么多心 却一无所获 害死李振森的主要是你 我却替你承担了所有责任 她一直躲在角落偷听 听得一清二楚 这才知道爸爸之死 真的是姐夫干的 慌乱中不小心漏了声 千云泽注意到远处有动静 急忙叫审理师别说了 千云泽去开暗门的时候 看到纯情怒目而视眼里全是仇恨 马上意识到纯情听到之前的话 发现自己害了父亲的真相 千云泽马上知道不能让纯情走 赶紧抓住了她 就在这时 纯真拿着茶进来了 千云泽只好用狠劲的眼神 默默警告她 别闹这才松手 然后关上密道门 接着赶紧送走纯真处理后事 她立刻去找纯情 但现在纯情不知去向 感觉事情不对头她满屋找 纯情还是没赢 于是又回书房下令手下 围捕纯情 此时纯情突然出现 千云泽解释自己 没害死她父亲 但显然 纯情不再信她 怒气冲冲 抓住千云泽的衣领 威胁要为父报仇 而千云泽 没慌没忙 就直接跟她说 你要是把今晚的事全说了 让你姐听见 那你就是亲手毁了你姐的幸福 会让她终身痛苦 纯情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里 痛哭流涕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 纯情痛不欲生 为了姐姐 不得不离开千云泽家 但千云泽没打算放手 想追回纯情 纯情刚一离开 她就命人追捕 打算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有人冲进纯情家抓她 幸亏纯情 发现的早逃了 男友帮忙纯情 最终赶到车站 乘上直达远方的火车 第二天 纯情听姑姑说 好几个恶霸来家里找她 担心妹妹太天真 急忙找老公帮忙 千云泽却装傻充愣 劝她别担心 然后命令手下不惜代价 把纯情关起来 而纯情的男朋友 很快就被他们盯上了 敏昊未躲追踪骑摩托 在繁忙的马路上飞驰 敏昊信心满满地以为 没人能追上 自称小旋风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 敏昊随即当场身亡 转眼间 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纯情在一家炸鸡店 一边打工 一边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 同时 纯真从未停止 寻找妹妹 每天泪洗脸 向已故父母忏悔 自则没能好好照顾妹妹 即便如此 纯真仍然 默默无怨地照顾 千云泽全家老小 接二个经过一检发现 纯真已孕六周 她非常开心 但她不知 噩梦才刚刚开始 她送给妻子 一条贵重的钻石项链 这是女人从认识男人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 她的浪漫 非常感动 她轻声在她耳边说 你真美 急忙一把抱起老婆 想要促进两人感情 妻子连忙拦住她 说自己已怀孕六周 听闻此事 丈夫兴奋地警报妻子 忠心感激她带来的惊喜 纯真嫁过门 已干三年活 丈夫千云泽 全都看在眼里 对婆婆只是抱怨几句 但这一天 千云泽 纯真这次是真的动怒了 刚检查完回家 婆婆居然叫她洗衣做饭 却被千云泽 拉去楼上休息 叮嘱以后别再操这些心 好心的纯真 不想老公婆婆吵架 马上说自己这就去 我说 让你休息去 嫂子 小姑子目睹这剑板弩张的局面 赶紧把嫂子从乱哄哄的地方带开 千云泽直接跟妈说 这些年你找纯真的查 我只能心疼 没怎么管 猜为啥嘛 因为 她毕竟也是你的儿媳嘛 但现在不同了 纯真怀上了我孩子 这孩子将来得接手炸鸡生意 所以 我得好好对她了 给她做以前没做过的事 所以 妈别那么 刻薄 对儿媳好点 妈一听 立刻火大 想训儿子 结果被旁边的女儿硬生生拦住 楼上的纯真急得不知咋办 千云泽又跟妈说 你欺负纯真三年够了 我要让她以炸鸡集团女主人的身份 在这家生活 所以妈你得好好待她 她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最后 千云泽警告妹妹 再敢欺负纯真 就断绝关系 吓得胖妹忙不迭地保证 以后会乖乖的 回房间后 纯真责怪千云泽 家里乱成一团了 她担心 婆婆像原来那样 更狠地欺负她 千云泽坚信告诉她 我会让一切都合情合理 就大胆享受生活吧 记得照顾好自己 保持开心 迎接咱们的宝宝 这是纯真第一次深深感受到 千云泽对她的浓浓爱意 纯真以为有了孩子 就能开启幸福的门 但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点点滴滴 全都在千云泽的眼皮底下 她生怕纯情知道了 自己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 于是搅乱了 跟纯真之间的关系 连带也伤害到了肚里的宝宝 那一刻 她决心了 谁如果想伤害她的家 不论是谁 都不会放过 哪怕是她小姨子纯情 也绝不留情 于是吩咐手下 不管代价如何 都得把纯情找来看着 但没想到的是 自己一时大意 露出了自己丑陋的心境 正当纯真打扫房间 电话凸响 千云泽的手机也跟着响了 她一看两手机屏幕 都显示是姑姑来电 心里一阵不安 接了两个电话 果然听到了姑姑的声音 她既震惊 又不敢相信 明明自己是个老师 默默为家操劳的女人 到底啥是能让老公 做出这种恶心的行为 这事儿让纯真明白 老公肯定藏着秘密 肯定瞒着自己什么 于是 她也悄悄去了书房 想梦青 老公到底在搞啥 遗憾的是 手段不够 没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那一天 纯真意外的 找到了揭秘真相的线索 纯真和千云泽 跟厅长夫妇一起吃饭 去洗手间时 她跟厅长太太聊天 发现千云泽之前 请厅长帮忙找自己 而且最近在 乡下一个炸鸡店找到了 这让纯真吃惊极了 出来时 她简直难以承受 失去行动力 呆坐在那 她简直不敢相信丈夫 究竟隐瞒了 她多少事 怎么对她撒谎 关于妹妹的现状 因此 她决定不能再等 得亲自行动 来揭开真相 在千云泽不在的时候 悄悄一个人 找厅长夫人 提到的那家纯情炸鸡店 跟老板一打听后 确实查到纯情之前 在这儿打过工 可是 不久前 她带着攒了三年的辛苦钱 离开了 去别的地方创业了 现在连老板都不知道 纯情具体在哪 纯真到了妹妹 住了三年的铁皮房 四处一看 眼泪止不住地流 大声哭着自责 没能好好照顾妹妹 让她在这儿 遭受这么多苦 回到家 纯真脸上挂着冷漠的表情 千云泽立马就察觉到妻子 感觉有点不对头 忙不迭问她 刚才去哪了 一听这问题 她心里的不爽 立刻爆了 气呼呼地说 你现在这样太过分 难道你非得掌握 我所有隐私 才能安心吗 千云泽看着生气的老婆 猜她心里有事 就让她吐露心声 而这时候 纯真冷静下来了 她意识到 不能和千云泽翻脸 于是就随口编了个借口说 是去找自己的二妹来着 这终于让千云泽不再追问了 但是天生爱意的她 转头就给纯秀打电话核实 结果确实发现 纯真又骗了自己 千云泽一肚子烦 正在琢磨 为啥纯真要骗她时 纯真也在琢磨着老公 到底为啥偷听她的谈话 和瞒着有个妹妹 旁边电话一响 千云泽马上掏手机来偷听 纯真估摸着对面的老公 肯定在窃听自己的电话 于是没再忍着 一边接电话 一边悄悄走到千云泽背后 千云泽面对纯真 第一次露出了慌张的神情 直接问她 为什么要窃听听你老婆电话 为什么你知道我妹妹纯情在哪 却一次都没有告诉过我 千云泽一开始吓了一跳 很快就冷静下来 找借口回应纯真 解释说偷听电话 只是为了找出纯情的位置 纯情总觉得我是报复你的敌人 我担心她乱说话 搞坏咱俩感情 所以我打算先跟她慢慢讲明白 等解释完了再来告诉你也不晚 这么做能防止伤害到你俩 纯真分不清哪句真哪句假 伤心的流泪只是请千云泽 别再自己瞎猜疑了 然后默默地抱着 那快疼得肚子走了 第二天纯真去医院做产检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了 一个陌生男人给他递了一封信 他一看才明白 是他爸生前的志友发的 信里写着让纯真 了解他父亲去世的真相 并且不管怎样 都要去监狱见他一遍 纯真急忙赶去带着疲惫的身体 直奔监狱 大叔看到纯真泪水 就止不住流 喊道 我可怜的孩子 你怎么会嫁给个大坏蛋呢 纯真一脸蒙眼睛瞪得老大 大叔又提起你那老公 说就是他干掉了你爸爸的 听着大叔讲那年晚上的事 纯真简直不敢相信 原来那天大叔本来要找你爸 结果到机场一看 一帮穿黑衣的正准备放火 要把整个机场烧了 你爸和妹妹都被困里面了 我正琢磨 怎么救他俩的时候 千云泽刚好来到这儿 我还以为他会帮忙救人 结果他却站着不动 不知为啥 他纹丝不动 连想帮忙的人都被他拦了 最后 千云泽冷血地走了 留下你爸和妹妹在火海里 是你爸用最后一丝力气 把你妹妹从火里扔出来的 千云泽没救你出来 还挡住你妹妹 不让他冲进火场救你爸 最后紧催纯真快跑 离开这个恶魔千云泽 纯真听了 崩溃直接晕倒 纯真也搞不清楚 自己是怎么离开监狱的 想起千云泽在爸爸葬礼上 那副伤心的样子 曾经那些博取自己真心时 所说过的话 此时的他才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 千云泽为了得到自己伪装出来的 他现在超想逃离这个魔鬼千云泽 但担心 这会连累到爸爸的挚友 他只好先忍一忍 满心愤怒地回了家 面对邪恶后妈时 他不再唯唯诺诺直接反驳 家里人都察觉到 纯真意愿回来 完全变得认不出来了 千云泽这会儿 也察觉到妻子的对劲 回房间的纯真 又想起当初 他妹妹劝他别嫁给千云泽时的情景 但那时候 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没听小妹的劝 现在后悔莫及 但晚了 千云泽突然从后面抱住纯真 想通过亲密举动 缓和矛盾 但这种触碰让纯真浑身 像成千上万虫子咬一样难受 胃里翻腾得快吐了 实在受不了挣脱了 起来狠狠给了一个耳光 千云泽捂着有点疼的脸 感觉不敢相信 一把抓住纯真 气愿地质问他 怎么敢打他 还有你是我的女人 怎么能拒绝我 纯真在千云泽的吼叫中 才意识到 我刚打了他一巴掌 他知道 现在不是跟千云泽 彻底决裂的时候 于是解释自己 因怀孕比较敏感 所以反应过激了 这样 千云泽才松开了他的手 郁闷地走出房间 泪眼婆娑地躺在床上 想起大叔告诫的 一定要偷偷逃走的话 于是 次日他随手打包了点东西 打算在千云泽未觉察时 溜之大吉 但他很快发现 已经被千云泽派来的人 给盯上了 纯真明白 自己想要悄无声息的 在丈夫监控下逃出去 是行不通的 因此 他打算另寻出路 晚上他压下对夫君的恨意 冷漠不在 恢复成以前那个体贴 知书达理的好妻子 千云泽根本无法抗拒 妻子如此温情默默的羡慕 立刻放下对老婆的戒心 第二天就像往常一样 早早就给家人做好了早餐 脸上笑得开心 根本看不出 一点点不高兴 纯真的目的就是让千云泽 不再有警惕 果不其然 千云泽担心跟踪纯真 会被他发现导致新的争执 于是 就停止了对纯真的监视 晚上他跟着去参加局长的宴会 这时纯真看准了时机 趁口头离开去洗手 洗手间出来 直接打得走人 他总算脱身成功了 千云泽等了 好半天纯真不见 心里顿时觉得不妙 一问服务员才知道 纯真根本没去 洗手间早溜了 他慌忙往外 冲淡纯真早没影了 气得不行的他 马上让手下 不管怎样 今晚得找到纯真 说如果找不到他老婆 他会和手下一起去死 千云泽去饭店查监控 看见老婆匆匆忙忙地跑了 他那逃命式的样子 他心里像在滴血一样疼 他想不通这么多年的付出 难道就这么没价值了吗 气冲冲跑回家 凡是跟纯真沾边的 都变成了他发泄的靶子 那搞得天翻地覆的声响 让楼下母女 吓得抱成一团 这时千云泽想起前情 纯真游冷便热 才知道原来是纯真为了逃脱 装出的一切 千云泽拾起刚扔的碎照片 看了妻子的产检报告 第一次泪流满面 纯真是他心头唯一的女人 也是最后一个 他不愿意失去纯真 更不想失去那位出师的宝宝 正当他困惑纯真 为何离开时 手下突然给了他答案 原来纯真之前去了监狱 看望了他父亲生前的挚友 千云泽马上明白了问题所在 他闯进监狱怒问那男的 到底跟自己妻子说了啥 那人笑着说 已经把杀害他父亲的事 说给他了 与此同时 纯真从诊所信心而出 本想终止仇人的孩子 但六个月大的摊 做手术会危及自己 他只好放弃着念头 最后 他在一个偏僻山村的旅店 暂时住了下来 他含泪 不知怎么对去世的爸爸 说对不起 连日的奔波 加上心情低落 让他运土得很厉害 而且租的房间隔音差 引来了其他租客的强烈不满 莫办法纯真 只能选择离开 他心不在焉地在街上走 不知去向何方 亲人都不在身边 想着肚里的孩子 是仇人的血脉 自责没能对得起过去的爸爸 他下决心爬上旁边的护栏 这时 一位路过的父太太 看到了御跳楼的纯真 立刻吩咐司机停车 赶紧救下了他 随后把纯真送医 医生透露他正在怀孕 他难以想象 是啥挫折 让个准妈妈 宁愿和肚子里的宝宝一起走 当纯真醒来 面对豪门太太的追问 没土真言 只是心痛地直哭 于是 圣叔指得 把纯真 送去了单亲妈妈救助站 就这样 纯真在救助站 安心生活了五个月 这天 他忽然腹痛男人 终于到了生孩子的日子 急忙被送到医院 医生催了几下 纯真心里不情愿 经过250小时 一位男婴出生了 可纯真脸上一点 开心也没有 他怎么也接受不了声望 仇人的孩子 因此 他不但拒绝给孩子喂奶 连丑一眼都不愿意 心灰意冷他 跑到医院顶楼 想要自己的命了结 活着对他而言 就成了折磨 幸运的是关键时刻 圣叔及时出现 再次救他一命 圣叔把他从边缘拉回 又救了一回 担心纯真 再有极端想法 圣叔只好把他带回家照顾 另一方面 千云泽这五个院 一直痛苦思念着 没停止找他 这天 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在他捐助的福利院 找到了纯真的消息 院长跟千云泽说 一个身体特征 和他描述的极其匹配的孕妇 现在在单亲妈妈救助站 千云泽听了 急得不得了 立刻让手下踩油门 飞速赶过去 但千云泽到了以后 仔细一查 却发现 没任何关于纯真的证据 因为圣叔早就请院长 把纯真的档案都毁了 这回千云泽 虽然来对地方了 但是他没意识到 自己被院长骗了 他越来越没耐心了 急于想要见到妻子和孩子 因为他得知自己的孩子已经出生 所以他又下令让手下 赶紧定位到 他妻子妹妹纯情的位置 他打算用纯情 来迫使纯真露面 当晚通过警察朋友的援助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纯情的炸鸡店 但是炸鸡店里已经没人了 早就没有纯情了 千云泽气坏了 重重打了手下一拳 埋怨他们做事拖沓 但吃惊的是 事先泄密的 竟是他最信任的秘书光木 原来光木的爸爸也是被千云泽害的 多年来一直忍辱负重 隐藏在他身边 等着复仇的时刻 光木对于和他有同样遭遇的纯真他们 一直在默默相助 光木告诉纯真知道了 千云泽是仇人后 他逃了 让纯真快跑 以免千云泽抓住逼姐姐出面 最后在光木帮助下 姐妹几年后重逢 姐姐 见到妹妹 纯真心情变好 原本打算和圣书道别的 谁知道 小孩突然发烧了 圣书就喊 纯真多留一夜再说 这时候 因工作上有交集 圣书老公的生意伙伴 千云泽到他家里来 正当纯真出来帮忙招待时 恰好瞥见千云泽的背影 下得赶紧掉头藏起来 千云泽似乎瞧见了那个影子 是他日夜想念的人 想走过去确认 幸亏被圣书老公拦住 圣书进厨房 看到躲角落里 吓得浑身发抖的纯真 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经过 他用身体保护纯真带回房 但此时千云泽在看到了身影 确定那就是纯真 特别是听到房间传来孩子哭声 更确认了是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在那个房间里 但千云泽并不急 不带一点感情地离开了圣书家 车里千云泽终于露出久违的笑 告诉手下刚听到自己孩子哭声 那么响亮肯定是个儿子 然后吩咐下属 全天后监控圣书家 等把妻儿抢回来的时机 这边纯真对圣书 坦承了自己所有不幸 说找死都是因为 没法要了杀爸爸的凶手的孩子 所以只能自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去给死去的父亲赎罪 圣书特别能理解他的不幸 也特别担心他以后的生活 第二天 纯真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圣书家 但他不知道 昨晚千云泽已经认出他了 早就在外头设了陷阱 千云泽的人 一看到纯真带孩子出门 几个穿黑衣的壮汉 迅速在大白天 冲上去 硬是把纯真带走了 然后被拉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别墅 千云泽急忙冲进了房间 终于找到了 一直在找的老婆和孩子 可媳妇看到自己 向恶魔似的老公走近 吓得抱紧孩子 蜷缩着发抖 飞快跑过去 紧紧抱住日思夜想的亲 亲爱的 我特别想念你 简直想疯了 你究竟在哪呢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我真的超级想你 纯真拼命地摆脱束缚 怒惊千云泽 正是害死自己父亲的罪人 千云泽拼命辩解自己 没害死他爸爸 但此时的纯真 对他已完全不信任 根本不想听 抱着娃冲上楼 跑到阳台边上 再警告千云泽 别靠近手紧 要不就抱着孩子 一起跳下去 千云泽不信这么好的老婆 能干出这种疯狂事 纯真说他跟恶魔混了三年 啥事干不出来 这话一出 他就要翻过栏杆 千云泽快速冲上前抓住他 先把孩子夺过来 小心地放到旁边 接着看纯真 又要翻过栏杆 马上抓住他的腰 用力把他拽回来 狠狠扔在地上 千云泽没停 立刻抱起旁边的儿子 又抓起还没站起的纯真 直接往家里走 放我走别碰我 快放开我 最后把纯真关在房间 自己带孩子去照顾 不管纯真怎么叫他也不理 只是抱紧孩子 一会儿千云泽觉得妻子冷静了 就开门让他出来 想跟他好好聊聊 千云泽先温柔地想纯真道谢 因为他平安生下了孩子 然后解释自己没有害他爸爸 他不是亲自纵火的 是下属被地里搞的鬼 我到机场时 已经就不了你爸了 气愤地站起来 怒斥他别撒谎 你本来能救我爸爸 但你就那么站着没动 眼睁睁看着我爸被烧死 我爸当时得有多痛多难受啊 千云泽只能承认他 确实犹豫过 我只想跟你爸说 我没纵火 但他就是不信 那种满眼怀疑 肯定我就是纵火犯 等我回过神来 救你爸的机会就没了 纯真听后痛打千云泽 怒骂他 即使如此也该先救人 觉得他完全在狡辩 真想把他打死 最终纯真受不了这现实 气急败坏晕倒了 之后千云泽 全心全意照顾他们母女 这是他投回体验 这平凡的幸福 也是他脾气 开始变好的转折点 可他不知道 一个针对他的复仇 正在酝酿中 光木把这些年来搜集的 千云泽所有罪证 都给了警察 警方一有证据 就开始到处追捕他 千云泽一听这消息 马上就想到 肯定和他最信任的秘书有关 于是把光木叫了出来 光木上车后 千云泽直奔主题 问光木为何背叛 光木意识到不妙 想跳车逃跑 但已经来不及了 被千云泽安排的保镖 抓到 又被塞回车里 此时光木不再隐瞒 承认是自己告的秘 千云泽追问光木身份 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背叛的 还说自己早就感觉到了 你对我妻子 别有用心 其实我在意的是 你揭露我的罪行不切 倒是你对我老婆那副脸色 让我真是火大 光木冷哼一声 被千云泽 讥讽之后 才说出真相 他爸挡着千云泽的路 最后落在了他手里 就跟他害死我纯真爹一样 直接被他活活烧死在鸡棚里 这些年 我都在忍辱负重 得替失去的老爸报仇 光木愤怒地吼出这番话 你快尝到自食其果的滋味了 法庭上 我非揭穿你的谎言不可 千云泽知道 光木是为了报复自己 并不是 因为自己的妻子 梅多说 直接命令手下拉人 把光木拉到废旧仓库 给了个狠狠的教训 光木挨打 差点没命 黑衣人一停手 就闪人了 他想努力抓起 近在直屎的手机求救 但伤太重撑不住 直接晕厥了 幸亏光木告发千云泽时 以请求证人保护 准定位及时找到了光木 才挽回了他的生命 这时 千云泽的逮捕令也下了 而他却正陪着妻子和儿子 悠闲地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对电视上的通缉 毫不在意 纯真看了电视新闻后 心里五味杂陈 他真想看千云泽被惩罚 但此刻看他跟儿子的亲密互动 心里又开始软了 等他们回到家 一大群警察 一大群警察已等候许久 千云泽下车跟警察说 让他们等会儿 要先把老婆儿子送回家 回到家后 千云泽格外小心 吻了熟睡的儿子一下 紧拥那份天真无邪 对不起 不能永远陪在你旁 千云泽因教唆他人杀人 和逃税遭到了官方起诉 也及时到庭作证 确证了千云泽犯罪的事实 所有证据都极度不利于千云泽 但千云泽妈妈不愿轻言放弃 她又找来了个更牛的律师 可面对这么明确的证据 律师也没法全信能挽救千云泽 他却提了个 建议少点罚儿子的办法 就是拿到受害人家属的原谅信 所以从前自命不凡的老太太 这会儿跪下乔席帮忙 还真心向嫂子说了 对不起 对她过去的欺凌和讽刺 希望嫂子能原谅救救她的儿子 可是杀父之仇 天理难容 这对嫂子来说做不到 就在这时 忍无可忍的姑姑 拿来一盆冰水 直接冲进来 泼在了纯真奶奶身上 你还好意思来求我们 滚滚滚 夜深人静时 纯真还是难以成眠 看着熟睡的孩子 她已经身陷其中 内心矛盾万分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 她的内心终于是做出了 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赶到监狱 去见千云泽 这次相见 让千云泽难以承受 起身欲走 纯真忽然说 或许我能帮你写分量解书 但这不意味着 我已经原谅你 只是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相信你不是故意杀害我爸的 这会让我心里好受点 让我和孩子 过得更好先 怎么会这样 玉京警告 不准胡来 但在最后的审讯中 千云泽没逃避责任 她承认 虽未煽动放火 但导致李正森死亡是真 最终千云泽主动认罪 被判刑十年 之后 纯真又来找千云泽追问 干嘛那样选呢 怎么就说是我害死你爸了 不是说 我就是犹豫了下 错失良机 因此 我还给你写了份原谅信 可是在巨大压力面前的纯真 还是选择去信任千云泽 她决定 别再自私地逃避责任 也不愿让纯真 承受更多痛楚 这时候千云泽才把真相告诉纯真 自己其实是有足够的机会的 去救你爸爸 但我迟疑真正的理由 不是因为你爸 也不是怕你妹发现我的秘密 而是你爸根本就不信任我 即使救了你爸 误会消除了 他还是不会让你嫁给我 明白吗 我这一生都在努力工作 不沾染感情的事 我还以为 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 但偶然间 我看到你 突然懂得什么是心动 竟然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我完全被你迷住了 你的笑容就像冬日温暖的阳光 让我心里的冰雪融化 从那刻起我发誓 非你不娶 千云泽再说 对不起纯真 因自己的自私 让她一个纯真善良的女性 承受了太多痛苦和伤害 以后别太天真了 像我这样的人 世界上多的是 别轻易 就把心给人 那会让你受伤 这是我作为丈夫最后的叮嘱 转眼已经五年时间了 千云泽在牢里时时刻刻 思念妻儿心切 千云泽应表现佳 北准特批探家一日 得以和妻子儿子团聚 见五岁儿子 活泼可爱 茁壮成长 欣慰之鱼 泪水情不自禁滑落 纯真也忍泪 两眼湿润 但暖心时光总一时 千云泽不得不回狱中 继续服完剩下的五年行 临别时 千云泽对纯真说 他会每天在狱中翻阅国语字典 因为字典里 有你们三姐妹的名字 纯真 纯秀 纯情 这些名字都寓意纯善美好 他每天也在反思 每天都想念你 知道我们不能回到从前了 所以以后不会再 出现在你生活里 五年后的 我可能已经变成了 孤单狼狈 穷困潦倒的男人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面 请好好照顾咱们的孩子 千云泽带着一腔深情 可不舍 转身离开 留下纯真孤单的身影 一个男人 未得到心中所爱 却狠狠地伤害了所爱之人 爱一个人 究竟有错吗 纯真觉得没错 他朝千云泽消失的地方追去 在熙熙攘攘的街上 互相凝视 相遇无悔 爱恨纠结 互相对视 等待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